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朋友是一下的 马上就好了 然后你已经回来啊 我叫尉叔夫江阿比布拉 我是 我来自新疆荷天摩伊县 我在货币街里开了一家烤羊肉店 我希望大家每次讲故事讲个更多人听 来这里一次在这里做生意 就是2021年11月开始 来这里之前在外面做生意 也是做烤羊肉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 离开了爸爸 为了这个 像这个就出来学烤羊肉传的技术 学好了然后再去外面打工啊 然后我们要自己开一家店当老板呀 赚一点钱呀 好好照顾好家人呀 好好照顾好妈妈 就是我们2018年 离开家乡到掌西区去那里在表哥那里打工 然后2017年我弟弟也过来帮我 然后我们2020年开了一家也是一家一样的 开了一家烧烤店 开了店然后没有过多久离开了弟弟 2021年把这个店卖掉然后就过来家里 因为这边的人都喜欢吃我们心脏那边的特色 由于别人看就是心脏那边的比较正重一点嘛 我们这边怎样吃都是现在的然后客人都比人都很喜欢吃 我这里来家里差不多两年了第一次来的时候这里那很多客人技术怎么样 我问他们想把我考的东西你们尝一尝 第一就是如果用新鲜肉 如果用冰冻的肉的话没有什么味道 那个新鲜肉先切先穿烤的那样的味道更好 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有一点不好 学海语不这么好 然后就外面出来做生意就开始学了 第一次就是我们学的就是羊儿像豆肉切一圈 就学了这个吃不吃辣椒打包还是这里 客人找我们学的 还有隔壁的邻居他们带我们去 他们问了你们新加话 就你好怎么说呀 再见怎么说呀 别人都教我学海语 我跟他们就教了新加语 就是四月九号的那一天 那个时候我在考东西 听到别人叫救护声 回头一看随里面有个小孩子在盯着 我想到没想到把那个东西考的东西放了 那个东西都不管就下去了 跑过去来那个孩子边上 然后那个孩子包了我的脖子 我才知道我不会游泳 什么都没想 他包了我的脖子 我刚开药我要去边上 来了边上一会儿边上的那些人帮帮我们把提到边上出来 然后就第二天还是去经常做生意 是两天多钟差不多 三个大人带了七八个小孩子过来 都来到江边上 然后就过来我们这边 吃了好几十块钱的羊儿穿 吃完以后他们就过去玩了 我看到他的孩子一个玩具 在那里水边上玩 他跑得很快吧 到流到水里面去了 他的妈妈就是跑过去了 他的妈妈下水 他的妈妈抱了他自己的孩子 然后就下到水里面去了 还是第一天一样就 想的没想就劝过去 想把他拿出来 但是两个太重了 然后我整个身上在那里水里面 把两个往下面推 把他们推出来以后 然后我手里已经不行了 没劲了 我就是洗全部过来 现在眼下有一点胖 坐在边上 把衣服晒一样 然后就妈妈 打大视频过来了 听妈妈说生意快乐 孩子做你幸福呀 做你开心呀 妈妈说了这几次 然后就看到我的衣服都水死了 妈妈问你是不是下水游泳 刚才有个小孩子掉水了 我把他救出来 妈妈然后就哭了 你出不来的话 我怎么办呀 我已经离开了你的一个弟弟 然后孩子离开了 你怎么办呀 妈妈哭了 妈妈不要哭 那个救出来的那个人 还是好好的呢 大妈还是好好的 我也是好好的 过了一天就开始这里 每天都来人 来人给我 给我金钱呀 给我金球呀 那很多拯救的 还是这边的 多名人都过来看我 他们把孩子带过来 这里吃羊肉圈 我问他你 什么孩子 这么晚怎么不睡觉 明天不上学吗 那客人说 听你说在上市江边上救人了 把孩子带过来 一起这里吃东西 然后孩子想看你 我说不了几句话 太感动了 我就是下去救人 不是为了什么景气呀 为了什么面子 不是这个的 不是这个的 我会帮助别人是 因为是我们中国人相互帮助 这是一个中国人 你必须做的 孩子的生活还可以 我的哥哥的孩子 在这边读书 在读幼儿园 现在已经习惯了 我想建立是我们的第二个家 我们吃的喝的 不同没关系 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中国人 像16这样 紧紧抱在一起 从自己的家里开始 在外面也能抱在一起的呀 这里的政府 推倒我中国好人 中国好人是 对我和家人来说 莫大的容易 我还做的还是永远不够 以后要好好学习呀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多缺带这样公益活动呀 我帮助别人的开心